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分段函數 這個函數是什麼樣的函數呢? 這個符號就是不大於x的最大整數 那這種函數的話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符號就是用這個 我們以前的話就叫做高斯符號 或叫高斯函數 不大於x的最大整數 那不大於x的最大整數那怎麼畫? 我們從0開始畫好了 當你x等於0的時候 它當然就是0 它當然就是0 那0到1之間的話 它是0點多 那0點多的話它還是0 1到2之間的話是1點多 那1點多的話呢 取它的值不大於x的最大整數 那就是1 那這邊有包括 那2到1之間的話 它是什麼呢?2點多 2點多的話取它的整數部分就是2 到3 那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2 這是2 那1次類推 1次類推 1次畫上去 這個的話呢 如果是1 如果是1 1到0之間的話 那是 就是 不大於什麼呢? 1 不大於x的最大整數的話呢 1 這裡就是1 1 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是互1 然後的話呢 這裡沒有包括 這裡沒有包括 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 這裡是沒有包括 如果是取0的時候的話 取0的時候 取1的時候 取1的時候的話 它就是什麼呢? 如果是1的話 它是1啊 這裡我弄錯了 這有包括 這沒有包括 這端點是有包括 這沒有包括 這個如果是 負1的話 它剛好就是負1嘛 所以這有包括 那這個 負的呢 0點多的話 它就是什麼呢? 就是負1啊 所以這個是沒有包括的 嗯 就是說 這裡它是沒有包括的 這樣子 所以它的高次函數呢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不大於x的最大整數 這個也是一個分段函數 這個也是一個分段函數 那些分段函數 這就是負1 2 3 4 5